现年48岁的吴奇隆与32岁的刘诗诗 2011年迎拍摄剧集步步惊心接下良缘 并且在2015年结婚 但是直到上个月 刘诗诗才在台北为老公诞下儿子小奇隆 获得不少圈中好友及粉丝送上祝福 目前刘诗诗在台北的月子中心作月 吴奇隆妈妈指 儿子照顾刘诗诗体贴入微 更会为老婆贴心的准备补汤以及吹奶水 5月8日有一位记者在微信公众号爆料 称平日笑脸迎人的刘诗诗 在生完孩子之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情绪不太好也不爱说话 有时候会默默流泪 也很少梳妆打扮 盛传他要休息多一些时间才能复工 有网民推测是否因为婆媳的关系影响情绪 许多粉丝看到报道之后 也担心刘诗诗希望她早日开心起来 也有粉丝希望这个爆料不是真的 叫吴奇隆赶快为老婆澄清 有媒体分别向吴奇隆跟刘诗诗的团队求证 结果刘诗诗那边回复 没有的是干脆利落 有传吴妈妈性格并不好惹 当初称没有孩子是因为刘诗诗怀不上 不怪她的儿子 面对吴妈的母黑刘诗诗一直也没回应 而且吴奇隆是圈中出了名的孝顺子 曾偿还全家的债务 帮助哥哥以及弟弟买房 哥哥及弟弟的小朋友 也是吴奇隆出钱送他们到外地读书 有传吴奇隆家庭负担大 令老婆刘诗诗心里有些意见 感觉财产要留给自己跟孩子 当然了 这一段都是江湖传说 到底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 还得当事人自己回应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